另外关心到新北市宣布校园解封措施 包含高中以下今天起就可以复课 体育团队也可以在校训练 但限制也不少 除了最基本的防疫规定 老师得要提供疫苗施打或是快筛 以及PCR等阴性证明才能够进入到校园 而到校人数也必须降载到三分之一 上课的座位成员都要固定 而在新北市三峡的安息国中羽球队 比赛成绩相当的优异 而且奥运金牌羽球男双林洋配 在去年的时候就曾经到校跟队员切磋球技 如今终于恢复了日常训练 队员们也抓紧机会 一大早就分批到校练习 回拍击球一气呵成 即使戴着口罩很闷热 但也挡不住大家的热度 回回两个月终于能够重回球场再训练 很开心很久没有打到球 开始没碰到球 碰到球有点兴奋 我们很开心 小朋友更开心 因为小朋友在线上练习已经练了两个月 所以他们第一天可以碰到球 他们超开心的 队员们一大早就到学校赶着练习 要为周末的雨秋排名赛做好准备 新北市宣布校园有条件解封 从10号开始开放高中以下各级学校的体育训练 工作人员必须要接种疫苗满14天 或是有快筛PCR阴性证明才能进入校园 人数上也有限制室内只能有20人 室外则是40人 基本的戴口罩消毒和实联制少不了 也规定训练时间一次不能超过三小时 而不止体育活动 学校的暑期辅导课程也同步开放 那这一次主要还是以国山高山的客业辅导为主要的需求 那其他我们还是希望所有的活动尽量以线上为原则 高中以下的暑期辅导时间从10号一直到23号 老师也要提供疫苗施打或是快筛PCR阴性证明 人数更得降载到全校的三分之一 除了基本的防疫规定 学生必须固定座位 课程时间则是以半天为原则 国内疫情趋缓 新北市逐步放宽限制 要让学生回归校园 拥有最佳学习成效 这聊天胡伟伦新北市报道 孟伦新北市 对